我是沾了食用油來擦 真的 沿著補鏽鋼碗不斷擦拭 黑色油墨就這樣沾在 白淨淨的衛生紙上 碰碰一擦 它全部都是黑的 而且這是我已經用洗碗精 都洗過一次烘乾過了 不管怎麼擦就是黑黑髒髒的 就怕這些殘留物 被小朋友吃下去怎麼辦 我是有看過有毒物科醫師提醒說 這些畢竟是化學物質 那吃下去以後 尤其小朋友身體都還在 在成長 那難免會對小朋友的健康 產生一些影響 手上不受鋼餐具是新北市府 送給幼兒園畢業生的小禮物 但不少家長陸續發現 這黑色油墨怎麼洗就是洗不掉 新北市議員彭佳雲 自己也試試看果然發現問題 聽說是用白醋 然後加熱水去煮 然後他才會徹底把那些污渍 還有那些黑油給融出來 然後我聽說用食用油的話 他只是把毛細孔封起來而已 不鏽鋼碗在製造過程 難免會使用一些潤滑黑油 到底怎麼洗才乾淨 就有網友介紹可以用麵團搭配食用油 把黑色油墨吸出來 如果要徹底清潔 專家建議可以試試白醋加水來煮沸 比例大約是一公升的水 搭配50CC的白醋 讓殘留的黑色髒污通通逼逼出來 這些都是使用醫療級的不鏽鋼 316材質來製作 那這個材質也經過SGS一個認證 全程也都是在台灣製作 那有關於這個如何去清洗 這個相關餐具組這部分呢 我們已經請廠商提供出相關一些建議 9月1號就是開學日 這份送給小朋友的禮物 也提醒家長們 不要只是用水沖一沖就拿去包便當 記得要用對方法清洗一遍 別讓孩子們把化學物質吃下肚 影響健康